现场最近的消息 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克拉斯机场 遭到武装分子的攻击 至少造成五人死亡 一人受伤 最近的状况连线国际中心的记者 燕如来告诉我们 是的主播 这起恐怖攻击就发生在 克拉斯国际机场的航下 最特别的是 这里不是一般商用飞机起降的航下 而是专门作为贵宾室 以及货机起降的航下 根据外电报道 有四到六名武装分子 手持自动步枪和手榴弹 在当地时间星期天晚间闯入机场 和当地军警发生激烈交火 在航下内可以清楚听到枪声 机场内所有航班也被迫取消 目前已经知道有五人死亡 一人受伤 全部都送到附近的金纳医院 克拉斯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 却也是以往民兵最常攻击的目标 根据法新社报道 这起攻击就是由巴基斯坦民兵所为 不过这项消息还没有获得 巴基斯坦当局的证实 以上就是目前我们所掌握到的状况 主播 ev rest 吉利 均 感谢观看